Oh my god 你看看看 Oh my god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段惊险疯狂的旅程 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近年来 暴风雪极端天气事件 在全球范围内频频发生 首先是日本 我们的频道在12月23日 曾经报道过 由于重冬级冷气团和冬季气压模式 日本海沿岸的西部和北部地区 遭受严重大雪侵袭 气象官员指 积雪量远高于平均水平 主要集中在北陆地区和日本海沿岸的其他地区 西南部的九州岛 也出现堪称十年一遇的极强寒流 在亥吉大雪使得较不习惯降雪的九州岛事故频传 许多车辆受困雪中 北海道 中古地区阴降雪学校需要停课 J2中古县也有列车停驶 而J2东海公司也宣布 有部分路线列车停驶或出现延迟状况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北海道流盟市连降大雪 发出暴风雪警报 不少车辆被困 积雪量接近往年的四倍 对得比人还高 有居民称 这次的雪来得又急又快 除雪的速度比不过下雪速度 流盟是一名89岁居民称 这次暴雪太夸张了 他都被吓到了 住在这里数十年 好久没看到这么大的雪 受到积雪影响 各地事故频传 像是汽车打滑 或是汽车因为没有使用雪链 而无法行驶 当局建议人们保持谨慎 日本气象厅指出 长野县野泽温泉村 降雪量达到59厘米 新系县金南亭 降雪量达到53厘米 群马县水上艇 降雪量达到52厘米 更为夸张的是 岐阜县白川村 降雪量为93厘米 新系县金南亭 降雪量为92厘米 气象官员表示 预计北陆和日本海沿岸 其他地区的降雪量 还会增加 日本气象厅 有针对交通中断 停电和雪崩发出警告 北陆电力公司表示 约有2000户家庭断电 主要分布在石川县能登地区的山区 此外 九州岛北部地区上空 1500公尺处出现 设施零下12度的强烈冷空气 南部上空出现零下6度冷空气 平地和山地都发出大雪警戒 总体而言 暴风雪一般在高维度地区比较常见 例如北美洲 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区 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冬季时常有 来自极地地区的强冷空气团南下 与相对温暖的空气团相遇 而引发暴风雪 具体来说 在北美洲 美国中西部地区包括 科罗拉多州 内布拉斯加州 明尼苏达州等州常有暴风雪发生 这些内陆州冬天非常寒冷 南下的极地冷空气团与来自墨西哥湾的暖湿空气团碰撞 造成大范围长时间的暴风雪 此外 美国东北部诸州如纽约州 马萨诸瑟州等也是暴风雪高发区 加拿大南部地区如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等也是有暴风雪 在欧洲 北欧国家如挪威 瑞典 芬兰等高纬度地区冬季暴风雪频繁 西欧的英国 德国 法国等国也偶有暴风雪 东欧内陆地区如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乌克兰等冬天极寒 暴风雪较为多见 亚洲方面 日本北海道 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是暴风雪高发区域 中亚地区如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以及蒙古国北部地区冬天寒潮频繁 暴风雪较为常见 总的来说 高纬度的内陆地区 冬季极端低温的时候 暴风雪最容易发生 这些地区气候条件使得冷暖空气团碰撞 造成极端天气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 沿海地区如东北亚 北美东岸等也由暖湿气流与极地冷空气碰撞 而产生暴风雪的情况 这些地理和气候特征决定了它们是暴风雪高发的区域 另一方面 韩国也常常受到暴风雪天气影响 我们曾经报道过 12月30日 韩国首尔居民遭遇了1981年以来 12月份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降雪 新降雪最大深度为12.2厘米 40年前的1981年12月19日 首尔曾经创下了18.3厘米的12月历史降雪最高记录 韩国街头漫天飞雪 连日来的大雪引发次生事件的发生 12月26日 韩国青州市一个盖在屋顶上的花雪坡道 屋顶承受不住重量 应声崩塌 这个花雪坡道 刚赤资将近三亿韩元 盖在建筑屋顶 营运公司特别洒上5厘米人造雪 希望市民游玩时更有气氛 没想到人造雪因为结冰增加重量 竟然压垮设施的屋顶 最后造成三人受伤 韩国气象厅就首尔东北 西南 西北地区发出大雪警报 其后又纳入东南地区 对首尔全局发出了警报 首尔市政府表示 刁牌了4,689名人员和1,218台设备 进行首都除雪工作 暴风雪的成因较为复杂 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首先是温差 产生暴风雪最重要的条件是存在明显的温差 即冷空气与暖空气的交汇 通常是极地或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空气团向低纬地区挺进 与相对温暖的空气碰撞 两种不同温度的空气互相排斥而产生对流 这种强烈对流位暴风雪提供的能量 其次是水气条件 暴风雪同样需要充足的水气条件 来源主要为地表水体的蒸发和暖湿空气流 水气在低温高空中凝结释放凝结热 为暴风雪提供充足燃料 如果无水气参与 就会退化成冷空气团的寒潮天气 不能忽视的是动力条件 产生暴风雪中还需要上升气流这一动力条件 当冷空气与暖空气碰撞时 产生气压梯度力和浮力 形成强大的上升气流 暖空气被迫快速上升 水气凝结成云和降雪 这种强烈上升气流又会引发狂风 产生暴风雪 此外 地形条件也会影响到暴风雪的产生 当空气流经山脉地形时 会被迫上升 加剧气团间的相互作用 有利于暴风雪的发生 一些地理位置特殊的地区 常年存在冷暖空气的交汇通道 容易出现暴风雪天气 因此 温差条件 水气条件和强烈的上升动力 是形成暴风雪的三大必要成因 当极地冷空气向中低纬度挺进 遭遇暖湿空气阻挡 两者在地形生成高空中产生剧烈交汇和运动 并伴有大量水气凝结和能量释放 极端情形下就会出现风速高达每小时数十公里 持续数小时到数天 导致严重交通瘫痪和生产生活之难的大规模暴风雪天气 简而言之 暴风雪是在一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 极端冷空气与暖湿空气强烈交汇 在某些中尺度天气系统如气旋和封面地共同作用下 释放出的一种极端强烈对流天气现象 涉及大气多种成分和多尺度的交互作用 其成因的根源是冷暖空气的温差 以及水气的凝结释放能量 多尺度系统的叠加 则已长强化了这一极端现象的发展 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频频遭受暴风雪袭击 我们曾经在11月27日报道过 暴风雪、降雪和大风在东欧和东南欧造成严重破坏 导致数十万人与市隔绝 小区失去电力和自来水供应 暴雪引发多起严重交通事故 从黑海席卷而来的强大气泉 给北部远至莫斯科带来了暴雪 俄罗斯水文气象中心称其为 有史以来最强的风暴之一 乌克兰、摩尔多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黑海地区的风暴淹没了道路 树木和树木电线被击落 造成近50万人断电 暴风雪在罗马尼亚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16名摩尔多瓦人乘坐的公共汽车翻倒 造成16名摩尔多瓦人受伤 紧急服务部门将几名伤者送往医院 在保加利亚 降雪和暴风雪促使当局宣布 该国东北部多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包括西里斯特拉和拉兹格勒地区 首先是会引致严重的交通瘫痪 暴风雪期间风促极大 能见度极低 道路积雪严重 会导致公路 铁路和航空运输的严重瘫痪 甚至关闭 陆路交通会出现严重塞车 滑坡等事故 航班需要大面积停飞 铁路列车大面积晚点 甚至拖现 这极大影响人员和物资运输 其次是会引起建筑物损坏和垮塌 狂风暴雪会对建筑物的外力面产生巨大压力 并对其中的钢结构和玻璃外墙造成损害 暴风雪期间 在建筑物外堆积的大量积雪 也会因重量过大导致房顶垮塌 这对民用房屋和工业设施的损害都非常大 不能忽视的 是容易造成电力和通信中断 暴风会吹到电线杆 积雪压垮电线 导致区域性停电 通信基站由于备用电源容量有限 也会在长时间大面积停电的情况下瘫痪 这使得灾害救援更加复杂 似是严重的农业和林业损失 暴风雪会导致大面积的庄稼受损 生出死亡 也会造成森林中的大量树木倒敷 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十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 极端气温容易导致的伤亡 暴风雪期间 气温骤降至零下几十度 风寒效应更甚 这会使被困车辆和建筑物中的人员 面临严重的低温伤害甚至死亡 长时间的严寒天气还会间接增加 护其道等疾病导致的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生活因此会陷入混乱 暴风雪过后 大量垃圾和污水倾倒而无法清理 可能引发病毒传染 大量损坏的私家车阻塞街道 空调和暖气长期停止运转 使生活环境恶化等 这都会导致疾病增加 社会秩序混乱 所以暴风雪的次生灾害 体现在交通物流的中断 基础设施和能源的瘫痪 建筑农林业及生命财产的损失 以及人员伤亡和疾病增加等多个领域 它们叠加将导致区域性的极端天气灾害 应对暴风雪灾害措施最值得借鉴的国家 首推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国家 这些国家高纬度内陆地区冬季暴风雪频繁 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 首先是完善的暴风雪监测与预警系统 这些国家建立了密集的气象观测站点 和先进的气象雷达网 能提前一两天就对暴风雪的时间 路径和强度给出较精准的预测 利用电视、手机推送等方式 向公众发布暴风雪预警 这可以帮助居民和政府部门 提前做好充足准备 其次是高效的交通运输保障措施 这些国家在暴风雪来临前 会向机动车辆发布退避警告 同时在高速公路和干线道路两侧 储备大量轻账车辆和救援物资 暴风雪期间还会定期撒产积雪 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时避难场所 工备困车辆使用 这保障了相对通畅的紧急运输 更为重要的是完善的电力供应应急预案 北美国家需求高峰期供暖用电非常大 为防止供电中断影响消费者 会提前调度外围电网调风 并增派抢修工作队伍之首 一旦发生故障可以在一至两小时内抢修 同时与重要设施签订高优先级电量供应协议 这减少了停电面积 不能忽视的是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巨大支持 美加两国在面临重大灾害时 军会派遣国民警卫队以及联邦武装力量 前往灾区执行人员搜救 攻击分发等任务 他们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能在极端环境下展开救援 这也是小国难以匹敌的 最后 不断总结提高也很重要 如雪崩建筑法规要求建筑结构足够抗压 屋顶须设计成可有雪崩溜落的斜面等 这都是他们根据遭遇过的重大历史性暴风雪灾害总结提高起来的 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为防范和减轻暴风雪灾害 各国正在研发和运用许多高新技术 首先 视云消散和人工增与技术 通过在暴风雪行进路线上空喷洒化学试剂 使得云层消散或提前降雨 以减弱其蕴含的能量和水汽 中国在北方部分地区试验过这种抑制性干预技术 美国和俄罗斯也在研究中 其次 是隔热防寒新材料的广泛运用 如美国最近研发了一种寒气隔热砖 加入了超轻微球体 具有极低的热导率密度和质量 可以大幅提高建筑物的隔热效果 减轻暴风雪对建筑的破坏 欧洲国家也研发了许多先进隔热涂料 保温隔热玻璃等新材料 用于增强建筑抗动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雪冰智能预警系统的运用 这类系统集成了高清视频摄像头 利用图像识别和AI技术 判断道路和桥梁上的结冰积雪深度 当超过安全预知时发出预警 以便及时撒盐或清理 美日欧等国的交通运输部门 已经开始部署这些智能化监控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无人驾驶车辆 在雪地中的测试运用 无人车在复杂多变的暴风雪道路条件下 需要自动判断积雪深度 路面结冰情况并及时调整车身参数 谷歌卫某公司正在与爱达赫国家实验室合作 研发能适应极端天气的无人驾驶系统 以扩大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范围 容易被忽略的 是基于云计算的暴风雪模拟预测 利用高速计算 可以建立精确在线气象要素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数字模型 模拟预测不同情景下的暴风雪产生于发展 提高预报的准确率 中欧美的气象部门均在加大这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 更为关键的是微电网的运用改善供电可靠性 微电网以可在升能源为主 在极端天气引起大面积停电时 可以为重要的消费场所如医院 避难所等提供备用电力 确保重要负载供电不中断 这种技术正在北美和北欧等国推广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